Prometeus 最常見的方式 Hi 大家好 我是 Danny 說到雲端應用程式的監控 大部分的人幾乎會直接跟Prometeus畫上等號 事實上在 GKE 上面 有超過一半的Cluster也是使用Prometeus來監控的喔 Prometeus Operator 是在 Kubernetes 上面部署Prometeus 最常見的方式 也因為有了這個 Operator 其實部署小型的Prometeus 非常容易 但是當你的應用程式開始變大 微服務的數量也開始變多之後 這時候就會發現 因為Prometeus的幾個問題 首先 隨著服務增加 需要收集的Metrics也會越來越多 Time Series的數量也會跟著一起倍數成長 如何擴展Prometeus來處理這些數據 便是一個問題 再來 監控系統的穩定度其實非常重要 由於目前最常見的做法是把Prometeus 跟應用程式部署在同一個Cluster內 當應用程式發生問題或異常的時候 有一定的機會監控系統也會無法使用 想想看 當你的系統發生問題 而且監控系統還無法巴上你 那這個監控系統其實就形同虛設了 再來最重要的一點 當你有很多服務甚至是很多Cluster的時候 這些大量的監控數據 儲存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Prometeus預設的儲存方式是直接寫入磁碟中 但是使用這個方式的最大缺點就是無法擴展 也無法達到監控系統的高可用性 如果需要長時間保存這些監控數據 存在磁碟中也並不是可靠的做法 Prometeus Instant的數量如果多了 如何整合這些收集到的數據 做更全面性的監控更是麻煩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讓廣大工程師都能在晚上睡得更好 Google Cloud推出了Manage Service for Prometheus 或簡稱為GMP GMP是一個具有高可用性 支援Door Cluster 並且相容於Prometeus的全代管監控服務 將強大可靠的Cloud Monitoring 和最受歡迎的Prometeus生態系 做了完美的整合 接下來讓我們簡單了解一下 GMP的運作方式吧 首先在GKE或是其他需要被監控應用程式的環境中 透過Collector將支援Prometeus格式的metrics收集起來 並且存入Cloud Monitoring的Monarch資料庫中 這些Collector取代了各環境中 Prometeus收集和儲存監控數據的工作 不過可以存Prometeus格式的metrics 只完成了一半的事情 在查詢的部分更是支援PromptQL 不但可以使用Google Cloud Console 來查詢監控數據 任何支援PromptQL的Client 皆可以從Cloud Monitoring取出監控數據 所以你可以繼續使用現有的Grafana Dashboard 和其他各種支援Prometeus生態系的工具 更棒的是 本來需要透過MQL才能查詢的GCP平台監控數據 也可以透過PromptQL進行Query 讓你可以更容易的把所有監控數據整合在同一個地方 GMP目前支援兩種收集metrics的方式 第一種是Manage Collection 在GK上啟用GMP之後 可以使用CRD進行簡單的設定 然後就可以直接將metrics送進GMP中 如果你有用過Prometeus Operator的話 其實這些CRD 跟Prometeus Operator長得超像 這也是目前最推薦的收集方式 不需要煩惱任何和部署 還有擴展Collector的問題 第二種是Self-Deploy Collection 這種方式非常適合已經有 現有Prometeus先控的朋友 只要將你目前正在使用 正在執行的Prometeus 直接替換成GMP提供的Prometeus Image metrics就會自動開始往GMP送 如果你只想先測試GMP 也可以在同個環境中保留現有的Prometeus 並同時部署GMP的Prometeus Collector 在使用PromptQL要進行Query的時候 你可能會好奇Prometeus Endpoint在哪裡 這部分要配合另外一個GMP提供的Front-End Image 部署完成後就會有一個Prometeus的網頁界面 和PromptQL的Endpoint 再將你常用的PromptQL Client指向這個Endpoint 並且使用HTTP-GET的方式來查詢就可以啦 聽到這裡你也想要讓目前你的Prometeus監控系統 更上一層樓嗎? 現在就開始試試看Manage Service for Prometheus吧! 想往GMP裏充設計一下